另外這不是分身 這是本人 來看到是2016社員比賽當中 世界紀錄保持人生我們台灣之光 之前來過節目的捷克到現場 捷克前幾天才去參加了 弓箭社員比賽 好像得了好幾面的金牌回來對不對 對 其實這一次算是 運氣很好也運氣不好 因為這一次並不是 運氣好是都得獎 運氣好是因為 剛好也勝過了其他國家的選手 你得的金牌 得哪幾面 兩面 一面是50磅的傳統工的金牌 另外一面是70磅的傳統工金牌 那你獎金可以拿多少 沒有獎金 這是一個榮譽 得說你自費加比賽 那就看我們台灣的體育 我們的政府要不要發獎金給你 像奧運一樣 也算是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是 因為我想要拿到一個真正的 屬於我們台灣人的世界紀錄 剛好在70磅裡面 現在已經把成績送到 世界射箭聯盟裡面去接受認證 大概三個月通過之後就可以 在我們世界的排行榜裡面 就留下了算是兩個台灣人的紀錄 70磅你射多遠得到冠軍 70磅我這一次其實表現不是很好 發生了一個狀況 意外狀況 我在射第一箭的時候是 第一箭通常就是我們的測試箭 然後也是一個觀察箭 我們可以觀察我們的彈道 彈道大概是射怎麼樣 可是我第二箭的時候發生了一個悲劇 我的懸斷了 那就射不出去 是啊 所以我的成績 就只停留在第一箭 目前的成績是294點多 那一箭就變金牌了 就是那一箭 大概也比第二名 成績也多了將近 都滿長的一段距離了 幾個人比賽 目前全世界的參加選手 大概有將近快30名 那也不錯 但是因為大家是分在不同的組別 所以如果說以世界射最遠的 用人力來射擊的話 我並不是最遠的 我的組別是屬於傳統工 所以我用的都是天然的材料 天然材料特別容易受到氣候的影響 所以你第一支射 風向劍射出去就得到金牌 第二支劍就斷掉 為什麼會斷掉 斷掉是因為 因為在比賽場上面的 氣候非常的嚴苛 那在鹽湖城這個地方 它的濕度非常的低 美國鹽湖城 沒錯 這個地方它就是一個 很大很大的鹽灘 在鹽灘上面它過於乾燥 這個是我早就已經知道的 我已經準備好 要去應付它的乾燥 可是沒想到前一天 賽前前一天突然下了一場急雨 而且急雨之後 天空還出現彩虹很漂亮 可是那個時候我們就開始擔心了 這個彩虹可能就是 隔天會發生很多意外 因為濕度的關係 沒錯 要產室斷掉 第一天潮濕 第二天乾燥 極速乾燥的情況之下 不只是我天然材料的這一組 發生的意外 其他連現代材料 也都發生很多意外 包括裡面有那個竹踏弓 整張弓就爆掉 還好碎穴沒有去傷到人 我的情況是因為弓弦 弓弦我是按照傳統的方式去製作 所以在蠶絲弦的尾端 這邊是用牛筋的方式 去做這個懸掛的方式 鞋是蠶絲做的 沒錯 但是這個耳掛用牛筋 本來是為了要增加它的彈性 牛筋 牛的筋 肉筋 對 它的背筋去纏的一個 算牛筋繩 本來是為了增加彈性 我在台灣從來沒有發生過 斷弦的情況 就是因為有這個牛筋繩的關係 可是到了現場去比賽的時候 因為過於乾燥 所以這牛筋就變得很硬 很硬就很脆 所以在射擊的時候就發現 其實有點不穩 可是很勉強的還是射擊了 可是射完之後這個箭 就從這個牛筋的地方就爆掉 那這樣子你的弦斷了 你的弓可能也因此受到了影響 會不會不準 就是弓體本身幾乎是放空弦 所以它在強烈的震動之下 其實它裡面有很多的 走位了 對 它裡面的筋 因為它裡面是鋪筋 很多筋可能會跟膠 產生了一個分離的現象 所以它的威力就會大減 不過話說來看 如果說要射得遠的話 到底有什麼樣的訣竅 射得遠的話有幾個訣竅 其實第一個就是裝備很重要 射遠需要三個條件 就是弓 箭跟人 三者要匹配在一起 以射遠弓來講 傳統說的所謂的飛弓 其實是形容這個箭射出去 像飛一樣非常的快 就是遠距離的射遠弓 飛弓以前是個形容詞 現在在國際上 已經變成一個標準名詞 所以弓它只要小把一點 它射得比較遠對不對 不要太大隻 對 其實這一個概念就是 弓的形變率 弓如果越小的話 那它當然大家會說 同樣一張弓拉得越大 可以射得越遠 這是沒有錯的 可是你拉那麼大之後 你的箭就要變得非常的長 那箭越長的話 其實它是在飛翔的過程當中 它的能量會逐漸耗損 它反而飛不遠 箭長飛不遠 短的箭配短的弓 能夠集中那個力量射得更遠 是 沒錯 而且射速會更快 所以所謂國際上的飛弓 它是更短的弓 然後用一個握把抓住之後 在手臂裡面 在裡面用很短的拉鋸 拉很短的箭去射擊 所以這就是射員的秘密 其實再來就是 我們要去抓到這個製作弓的時候 它的這一個recurve 這個曲線 曲線的形變率 也是一個效率的所在 再來就是所謂的飛箭 飛箭很多人會覺得說 飛箭到底是長什麼樣 其實我們在之前的節目當中 也帶來過了 射遠箭就是傳說中的飛箭 那飛箭它的這個最好的 因為現在全世界做最好的飛箭 就是Alan Case 它的每一支箭都做得非常的精準 怎麼樣飛得圓 很細 很細 而且要做得很圓 很細又很圓 最好能夠再經過風洞實驗 那我在從傳統的這些材料跟 從古董 從這些文物裡面去把它還原 其實已經到了一個極致 沒有經過這個精密的儀器去測試 我沒有辦法知道 到底這些材質的極限在哪裡 如果射得遠的話 竹踏弓比較快 我覺得用腳踩那個力量很快 他一射出去就可以打得很遠 沒錯 其實竹踏弓射的距離 一箭可以射到1公里400多米 這麼厲害 對 但是也相當的危險 因為竹踏弓它的力量非常的大 將近200磅以上 甚至更高 所以我們在畫面中可以看到 一不小心這個弓就炸掉了 用腳來拉跟用手來拉 畢竟有差 對 我們可以用背筋的力量 可是因為前一天的氣候變化 所以隔天就產生這樣的情況 在當天的比賽當中 幾乎所有的選手還是勉強上場 可是也都陸續發生很多的意外